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家绍以圣诞老人的身份回信超过十年 见过各式各样的愿望 他说小朋友想要的圣诞礼物都大同小而 不外乎是玩具或电子产品 但近年有较多特别的愿望 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都会写多了希望家人身体健康 另外还有一些小朋友写过来 希望世界和平 香港邮政圣诞卡回复服务 已经有大约四十年历史 每年收到大约六千封 来自世界各地寄给圣诞老人的信和圣诞卡 厨方每年都会精心设计圣诞卡 由职员亲手代圣诞老人回信 这个很开心的 每年都会期待着11、12月 怎样做些准备功夫 那些信其实就终终都会收到 郭仲宁去年第一次代笔 今年再接再来 他说来信者除了许愿 还会分享生活大小事 可以跟一些来信者 特别多小朋友去交流 去代圣诞书去回复些信 都是很有趣的事 都收过一些小朋友 就说我知道妈妈肚子里有孩子 我就来做姐姐了 他就很兴奋、很开心 都希望可以帮忙照顾孩子 无论大朋友、小朋友 只要在信封上面写上聖诞老人收 并写上回邮地址 贴上足够费用的邮票 就可以收到亲不回信 祝大家聖诞快乐 聖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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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聖诞快乐 聖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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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